哈喽大家好,我是KJ,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新的一期足球禁令2021的视频 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凯拉特 那么这个凯拉特的话呢,他也是来自于这一个哈萨克斯坦的一个球队 现实里的话哈萨克斯坦的话呢,他虽然是一个亚洲国家 但是他们的这个足联是加入了欧足联 所以的话这是为什么我们亚冠好像没有见过什么哈萨克斯坦的球队 相反我们在欧冠的话,反而可能是有机会见到他们的球队 比如说阿斯塔纳,这个如果常看欧冠的话,可能对这个名字有印象 之前打经过欧冠的一些后面的一些比赛 好,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第一场比赛就是面对这一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 应该是他们入选的第二个俱乐部,就是凯拉特 他们应该进我们这个补丁的话,应该也就是这一个阿斯塔纳跟凯拉特两个球队了 好,那我们这边的话,按照助教的建议训好话以后 接下来我们这个身穿直队伏对方是坐镇组场 身穿一个黄色队伏摆出了一个4231来迎战五 我们队 那么,昨天看了那个曼城的比赛感觉很爽 我们这个曼城确实是进攻火力,开还是不得了 那么5比0学习诺维奇 其实好像他们第一轮输了以后,就是往往他们输一场球以后后面的反弹还是不错的 印象中之前我去看他们打沃特福德的比赛也是一样 我之前在现场看曼城打沃特福德的那个比赛 他还好几年前踢了个8比0还是多少 好,这边的话 对方是通过任意球的机会在进取里面制造了一个混乱 但是后面的补射也被我们扑出去了 而且那一脚补射的话是裁判认定为阅位 那我们因为是客场的话,所以还是多鼓励一些啊 OK,那多利 我们有记错的话,多年前看那个8比0打沃特福德的比赛也是前一场 前一场是战绩不好,是平还是说输了那一个刚好就是那围棋啊 没有记错的话 好了,他这边边路内切获得机会打门可惜偏出了 那么上面场的话,我们两边目前打的是有来有回啊 两边都有画面 调城主罚一个角球给前点 这边在于不断是爱德华多这一球,很可惜啊,这一个阅位了 这游戏阅位真多 其他的话,现实里面这段时间足球圈子里的事情 我个人感觉比较出名比较火的还是关于谢辉的事情 也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观众面对对谢辉的这件事情怎么看 我只能觉得,怎么说,鸣枪一挡,暗箭难防 有的时候真的是交友要慎重 而且那个视频整个我完整看了 其实我说实话,很多的话说的都是那种大实话级别 就是他其实是真的事情 所以也很尴尬 看到有些虎扑的网友说的很多 在这种事情上面 第一时间俱乐部不是说是保护自己的教练 而是要撇清关系 其实这个也是比较那个什么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上面在舆情方面的话 基本上大家还是一边倒去占谢辉这一方的 我觉得这种公道自在人心 如果他说了一些很过分的言论 像某个姓B的主持人一样的话 那活该被封杀 而且观众,所有的观众,所有的粉丝都支持 但是在谢辉这个事情上面 我只能说群众们的眼睛是血亮的 所以先喊他不要有压力吧 然后是不是没有人吃牌上半场 上半场没有人吃牌就还好 至少不要有人有负面debuff 这个热苏斯还是好不了 他这个热苏斯迪亚兹我觉得他 虽然进球很多 但总觉得就是可以锦上添花 但不能雪桌受碳的一个球员 这是热苏斯迪亚兹的一个特点 就是感觉 如果是打一些比较僵持的局的话 指望不上他 下半场的话我们看情况还是先把他换掉吧 对方前场又有一个认移球机会 后点 把球顶下来的以后 裁判吹罚了一个点球 来自我们莫罕莫德甲洛 改心态了 这一边的话对方确实认移球给的太多了 上下半场的话我们一共加起来 不知道是给了多少个这一个认移球的机会了 确实是 昨天发挥也有一点问题 我们的进攻的机会创造也不是很多 再给机会给到55分钟 没有的话马上换人 好的不给机会了 比亚兹先换掉他这个 确实是大赛太低了 而且这还不算大赛 这就是个联赛啊 然后爱德华多今天也是让我很失望 本来是顶踢博纳尔进入首发 希望有所表现的结果踢的很差 然后再包括哈维罗这边也先换掉 换上对位德瓦伊勒 因为我们已经客场了 然后还先落后了 所以的话这个情况其实是比较危急的 在这种时候的话换人一定要大胆 一定要敢换 反正已经用比分证实了 我们现在场上这一帮人并不行 如果行的话就不会是这个比分了 OK 那我们换了人以后呢 前场获得了一个认移球机会 乔治成这一边的话应该是船嘛 这个射门太远啊 看一下吧 来选择直接打门 很有勇气 可惜没有进 对方的这一个中场线的一个人一球 一个大脚往里面打 好的 我们这边甲洛是头球一顶 门将是可以接这个后卫的这个头球的这个回传的 当然是不能用用脚传的是不能有手接的 漂亮 七卡 好球 这边我们替补换上的前锋 果然 用一个进球证明了教练是没选错人 好球 那我们这边的话 科场目前是以一比一 追平了比分 好样的 降一格 降一格心态 不要降太多 前场 左路的任意的这个GY球 皮特马斯 获得一下球 这一边给到里克 里克这边带球过来 乔治成 看他中路怎么出球 杜埃尼亚斯 带球突破 进去里面这边 这球居然没有给点球吗 这球没有给点球 七卡 哎呀 这一球好机会啊 在一片混乱之中的话呢 机会还是有 但是比较可惜啊 再观察一下 再决定换人吧 先不及 好 70分钟的话 我觉得这边可以稍微看情况换人了 里克今天发挥也不行 所以换上阿基诺 阿基诺我记得是左右角吧 我看一下 他是左右角 没错 他就放左边来 然后还有一个换人名 给他用了吧 6点5分 两个人 然后其中体能见黄的皮雷托马斯换下 换上沙里夫比埃尔亚 那最后的87分了 我要不要偷一个 我改了一下权力进攻啊 就相当于想偷一下 但是我估计没什么效果 但是至少不要被反决杀吧 我觉得 好 后场的一个任意球 伯纳尔 大家往前面找阿基诺投球一蹭 奇卡 这边能拿到球吗 对方强行办了一下 这一球 甲洛自己还好像还这一个把自己也办了一下 尴尬 那么对方的反击 好注意一下对方的这一个传球 中路我们两个人这么来回的去给对方一个干扰巴达塔好的 这个强调很关键 巴达塔现在体能都已经见红了 我这个强调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这边后场全球啊 这还是太太太太离谱了 但乔治城这一球的这个防守还可以 但是哎可惜 感觉老是这么差那么一线啊 对方打一个身后 哇 BIR替补上场跑这么慢 这边盖特很快吗 好卡 我估计得清一下灰了 我这个比这个 盖特盖特 乌安卡洛斯盖特 15 那那可能确实跑不过啊 但是替补上场还是被人速度爆成这样子 确实要反省 好球啊 可以 对方射门的话是差点跑门里了 所以被我们的门将纳多利直接是给扑出去了那也行 至少不要给这种球直接进了就离谱 小则城 偷点 甲路 nice 绝杀 漂亮 好久没有见我们自己对球 自己球队绝杀了 好球 这边的话 对方全场其实获得了很多次任意球机会 然后对方也是有通过一次任意球制造了一个点球 但是我们队的话呢 最终也是靠一个任意球 把对面干掉了 可以 哎呀 其实驯化驯错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不应该有自满的心理啊 这个驯化 其实这个驯化我觉得一般 那个驯化驯的不是很好 果然要青灰了 好慢啊 我们在这个联赛也是取得了一个12连胜 市饼中华区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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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basil 这场裁判肯定没有什么问题了 都已经给对面点球了 要骂裁判也是我们才有资格 好我们这边是应付完了这一帮记者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是在联赛主场 迎战来自日本的这个球队穿起前锋 东亚杯的话呢 东亚杯这个比赛呢 他这个是只能用国内联赛球员 所以的话我们的这个阵容非常的寒碜 还有很多基本上只有七八个人之前是裹脚 然后其他的人都连裹脚都不是 比较尴尬 乔哲成的话先给他敷衍掉吧 他这个C 首先他这个C不突出 其次还有一个核心 就是他的这个合同还有几年才结束呢 所以说比较尴尬 东亚杯的话我阵容已经找好了 然后还约了一场友谊赛是打阿曼的 其他的就没什么事情 完了我看到这个只有一个加号我就知道凉了 这批年轻人还是别期望 别抱什么期望没妙 好的懂了 这就放下任何的幻想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今年的这个阵容 还是很寒颤的东亚杯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不能用四超的 当然可以用亚洲的 但是很尴尬 这个四超不在亚洲 所以的话我们最终就只有这样的一个阵容 大部分都是中超球队的 然后成都荣城成了我们现在的国脚大户 然后第二名的话是北京北体大 然后有一名这个流洋球员 是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流洋的 好这个阵容到具体怎么选的 就就不用说了 就是按照我们的那个评分标准来选的 那么这边的话名单里面 原先就是国脚的人很少 那么大概只有这么一点 然后他只能注册12个22个人 所以的话连第23人都没有 那么这边的话我们只有6个人 是之前就是国脚的 而大家现实里面是国脚可能听过的 也就只有贺冠一个人了 其次的话有我们之前用过的郑凯木 张经亮还有董宇也是用过的 王兴也是用过的 张燃就不用我介绍 这一批人也会成为我们这一次的 这一国脚的一个主力 但总的来讲反正就是 你们懂的 就这样一个阵容出征东亚杯的话 被吊打不要骂我就好 毕竟我们这个实力差距太大 你们懂 那么多的 那么多的 我们将冬天变的 最后推荐 所有人会有关于 的 衣裙 有 我们 现在 过 我们下一场的话是先打这一个联赛 联赛打川西前锋完了以后才回到国家队的 这一边的话还要参加一个赛前的新发布会 爱德华多不要虽然他上场其实很烂 但是不要没有一点杀杀余地啊不聊 直传这个其实我们其实过顶直赛也蛮多的 那这种风格的话不鸟他就好了 只要我们战绩过硬的话 他不会因为风格朝你游鱼就行 施炳中华区说中国的球队表现 中国香港球队表现不错 我们看看东方应该是排到第九 他赛季前站应该是很低是吧 东方对赛季前站第20打到第九 那他这个就很强 甚至有可能竞争这个最佳教练了 好我们期待下一场比赛啊 主场迎战川崎前锋足球俱乐部 这一期视频希望是能把12月份录完啊 这期视频的话我们主推的肯定赛事也是主推这个东亚杯了 不过的话大家对东亚杯千万不要有太好的一个战绩的幻想 阵容你们也看过了啊 只能说很寒碜但是也没办法他这个东亚杯的话 限制只能用这个本周内的球队 就是本只能亚洲内的啊 所以没办法挺尴尬 好 这样的一个球员的这个排兵布阵 好像也没有人那个什么 刚好啊 商与复苏的也复出了 就是佩雷拉也复出了 那那其实没有调整要调整啊 我们难得可以就是有人员起诊的一次啊 要不然一般情况下不是这个伤就是那个伤 这一场难得人员起诊打那么一场啊 有观众说为什么把马拉当成预备门将啊 不把这个马特乌斯拉上来很简单 在预备队铁定打主力每一场打满 涨的比在一队打这个上场机会不多的这个替补的这个 涨C的速度要这个更快 最重要的是门将这个位置的特殊性大家也知道的 二门真的上场机会很难的 他的这个锻炼程度还不如真的是在预备队的这个一门 这个有意义啊 所以的话 所以的话马特乌斯就放在预备队就好了 包括纳普斯卡夫也是这样的 当然有一半不乱的原因是我不想浪费 我们刚刚牵进来的德瓦伊勒不想浪费他 迪耶梅的话也是作为一个战术的变化就放着的 随时真的要出现一队友什么商品的话 随时拉上来就好了也不迟 OK 所以纳普斯卡夫的话大家可以看肉眼看到 他在预备队打满时候的主力 偶尔可以进进一队打第十二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的CA其实涨得很快 因为我们的核心是让他涨CA 而不是说就是说就靠他要拿多好的多少战绩 因为其实他虽然他的CA很高了 但是说我们的球队的这个实力本身也还OK 所以他没所谓 嗯张武龙等等这个应该是翻译问题啊 我我我赌五毛对变了这个翻译成张武龙的这个主教练应该就是张外龙 好的啊对方穿起前锋摆了一个532啊 好我们切回去看看 对方的这个CA的话我们这场比赛应该是有CA优势的就看我们队发挥如何韩国那就稳了那肯定是张外龙他是翻译问题啊 怎么给翻译成张武龙了想笑死我吗 你看重新立翻河南松山爱球张外龙了没问题了 好那么这场比赛的话我们删上紫色队服穿起前锋是穿一个浅蓝色的一个队服 也是因为是我们主场的缘故所以我估计对面可能就是因此要摆一个532啊 希望就是摆一个铁桶阵来防我们 我们队的话今天要看我们的发挥如何也要看我们的攻坚能力 好老罗这边前场的一个强断很关键 迪亚兹带球哎这个穿的不错 李柯哎呀这一球李柯 可以稍微再一空一打的 这边在传中啊对方解围了 多埃尼亚斯中圈拿球这一边不给画面了 一上来打的这一攻还不错啊 但是就是可惜了 李柯这一球感觉是速度没能完全起起上来 对方前场的一个界外球支出来打我们的右路 多埃尼亚斯 还好没铲到人 这种球给他进了还好 但是不要吃红牌真的这种球吃红牌真的是 哇刚才多埃尼亚斯这个动作是有点大不至于 说难听一点你给他进一个球 输一场就算了不要吃红牌啊 啊 那么对方又打我们的右路 我们今天右路有点扛压的感觉 上到中间来好的 我们中路补一个人上去就不用怕远射了 好的继续我们现在是老罗上去 然后右边路乔治成 甲洛好的一个抢断 然后这边带球推进 然后塞一个身后球给到迪亚斯 迪亚斯能传中吗 能传中吗 后点巴塔塔漂亮 这个配合 nice nice 这个包抄好球 迪亚斯是带球直奔底线 然后突然间横传 这个横传对方门架啊 后卫啊没有反应及时拦截住 然后巴塔塔这个包抄非常到位啊 好球好球好球 这一球打的漂亮 我们这一球观赏性还是不错的 那我们这边是在主场 现在也是以1比0领先对手 好巴拉塔又伤了 哎 我们的队的伤病还是很多的 两个黄牌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 稍微驯化完了以后 应该是不至于要那个啥 左边路的话对位换人吧 换上组爱比 好下半场交换半场 我们现在是从右往左进攻 啊上面场我们是1比0领先对手 但是很不幸的 我们这一边啊 三黄了 三黄的话可以降一下了啊 上第四黄的话就直接点这个动作不要太大了 对方前场先打我们走路 走路的旧爱球支出来 记得人上去对的 好 进区外面 大进区外面这个对方这个距离 哎 你看皮特马斯这防守是真的不行 哇 这被过的真的是 防无球不能这么防呀 这么防真的是 哇 门户大开 就单纯的闪过去了 一人12 就这就这 一个跑位就给他过去了 黑通啊 是他这个 嗯 反正我们边后卫的问题是老生常谈了 这个 哎 干脆一队边后卫都换了吧 两个6.5分 是吧 都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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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还手上还有两个换人名额 这样 然后两个带黄牌的不要放一条直线上面 好 我们这边的话直接根据表现换掉了我们评分 场上最低的两个6.5分的边后卫啊 对方门将开一个球门球开出来 现在打我们走路 替补上场的BIA投球一顶 他其实为什么要顶这种球呢 你直接去停那个球不好吗 根本就没有人逼抢他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顶这个球啊 一顶就容易失误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习惯特点 导致他这个传球的成功率很低 所以评分就很低 我不知道啊 就是猜测啊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完全没有人逼抢 他为什么不去停这个球 去停球就好了呀 对吧 因为停球低也没有关系 他压根就没想停这个球 对方前场的进攻打得很耐心 如果这一球丢球的话 就会继续进行调整 这个这帮人真的今天这场踢的也不是很好 因为这乔治诚这一球抢断不错 有直塞机会吗 给迪亚兹有没有越位啊 快越位了 可以没有越位好球 刚才理科是越位了 但是这一球可以 乔治诚这一球的这个直塞给的还是很精准 而且等了队友跑位 也等了机会 可以看的很准 这球其实就是怕越位 其他都好说 这球越位的话就前功进气了 那么这边领先两球的话 对位调整体能见红的鲁地 以及在对位换一个这个带黄牌的哈维罗 准备录换上德瓦伊勒 换人没有用完 差不多了 四黄了 可以动作不要太大了 这种时候我可不希望有突然间来一张红牌 成为比赛的准则点就不好了 毕竟只领先两个球而已 又不是什么很大的比分 不稳的 对方前场的接外球制出来 我们现在是右边路上去对位防守 突然想到对方用五后位三后位 是不是也是因为是张外龙 但我不是不怎么看他指教的球队 我只是知道这个人哈 这边乔治诚差点把他这个球断下来 不过可惜没能断下 这是阻碍比 我还说怪不得怎么不积极 盯人啊这个人谁防啊这个人谁防啊 我来防吗 还好他这个传宗传的也是有点不靠谱啊 不要给 哦 这一球这个远射打的很有很有想象力 很有想象力 还真没干扰到位啊 啊我们后场的一个呃 自己这个位置应该是任意球啊 比阿亚不过任意球球没球没什么所谓 这一球 比阿亚大方有转移可以给右路很空 鲁迪 内切打门 哎 所以所以现在这个状态的话 鲁迪就应该是给甲洛打替补 我说实话 他本身是有一个首发位置 这球解围也行 他本身是有首发位置 大家都知道我们之前主力一直是鲁迪 但是 是不是因为大伤过呢 他是受的啥伤当者 是不是十字任带拉了 然后就不行 也不是啊 双树十试啊 他之前伤的 最严重的也就是手掌骨折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他受伤很多 不要是太频繁 倒也没有特别大的大伤 但就是受伤很多 然后每次一有状态就伤了 就很尴尬 好球 鲁迪啊可以 这是证明你自己的机会啊 要不然你永远永远就是手服啊 就是给甲洛的了 嗨 太粘球了 刚才其实大范围转移到这个位置 左边风就上来了 而且很空 没有人防 小小小的脚球 爱德华多一顶 高了 那我们这场比赛应该是以2比0结束比赛了啊 替补看了看 鲁迪的状态确实只被打替补了 我们现在的主力右边风就是给甲洛了 这场的话总的来讲2比0还行吧 就这样吧 能赢就好了 但是必须要有9分的我才会表扬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不值得这个弹钩表扬的啊 上一场也是一样功力的 OK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下一场比赛就是回到国家队的 我们的这个东亚杯的话呢 下一场的这个比赛对手会是阿曼 这是我们东亚杯之前的一个热身赛 巴达塔的伤6到8天还好 不是特别大的特别严重的伤 我看一下俱乐部之后的比赛是不是赛成很紧了 6号完了以后16号打可达赫 我觉得这种赛成也没有必要安排友谊赛吧 这个也也就休息个10天而已 10天的话就不安排友谊赛了 那我们回国家队了 这段时间倒是可以就是他们 我看有没有预备队比赛啊 这一场可以给他们打一下 我你到这一场打阿曼的比赛之前呢 我们就把这个一线队要找比赛状态的人 丢优势9区啊 诺瓦伊勒是英皇派停赛 阿博斯卡夫又会进这个 像下一场比赛的替补名单 连续场16连续16场不败也是创造了士饼中华区的这一个连续不败记录不错 好下场比赛的话我们打阿曼 这次东亚杯的话真心就是以练兵为主了啊 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必要 而且就算我想上阻力我也上不了 我只能在一堆 还留在中超踢球的里面 哎这边拔将军了 我没办法没什么选择 唯一庆幸的是我们开了中超联赛 所以的话还不至于说没有人可以选 要不然我担心人选都不够了 黄身超我们签的是哦又是酒教练 那就没所谓要挖就挖吧 好今晚的第一场比赛的话呢 我们是在国家队要去对阵阿曼 这也是我们在东亚杯之前 唯一的一场热身赛 因为我们东亚杯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紧的 他不会给我们有很多机会打打很长 很多场热身赛的就一场 这一场也是这一批 我们东亚杯的这一批国家队的球员里面 唯一一次的这个热身机会 所以我打算把没有比赛状态的人都派上去吧 反正就这一场热身 其他有这些绿色的就就不上了啊 没有必要啊 对了 那个俱乐部要把人丢优十九 操作一下 东亚足球联合会杯 简称东亚杯 如果你的这个这个排名不够高的话 甚至还要参加东亚的这个联合 东亚杯的这个预选赛 当然我们还是不至于到那一步啊 那么今年的这个东亚杯呢 靠预选赛打进来的是朝鲜 所以的话今年这个是啊 参加东亚杯的这个四个球队 就是中日韩潮 ok啊 我们先把俱乐部要丢到优十九的 反正就是人丢过去嘛 教练用不用是他的事啊 丢了再说 今年的轻讯我估计又没什么看头了 肯定是不行 哎轻讯水平太差没办法 好我们比赛状态不是绿色的人优先上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这个方法 好吧 赵罗 刘若凡 农场的话 顾伟 朴 道宇 哦不对 文涛五六 朴 涛宇 徐继组 我记得是贺冠有又后卫吧 贺冠客串又后卫吧 徐继组首发吧 嗯 剩下几个位置的话就给PA最高的吧 赖小宇 68 90 那这几个给谁都差不多啊 如果这个年轻一岁PA高一点 让他上吧 右边的话孙冰18岁 对位的话王兴19岁 而且这个PA也要低一些 这个增浪也是 那就是孙冰首发 左边路的话刘冰冰 这个刘冰冰此刘冰冰非比刘冰冰啊 这个人的话是游戏里刷出来的随机人 那么出自青岛这个清讯的 三年换了三个队也不容易啊 之前是被租借到东西蒙古河和浩特 然后又转回到了成都荣城 好 那么他是前腰 但是他这个是有左边前卫的位置的 而且也是这个绿的 所以的话就让他这个打 这一场的话 他首发但是很累啊 不过能休息五天时间 倒也还好 半场把他换了就好了 我们反正这个挖队这个热身赛是有六个换人名额的 哦对我们这一边的话可能要专专门为了这个东亚杯的话 正队长肯定是不换的啊 但是这里要根据比赛情况的话 排一下这些替代的这个队长啊 一号第一队长董宇第二队长贺冠第三队长刘浩 就这样 定位球的话 罚球手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都要给他点掉 这个直接点掉没所谓 下次国家队这个正式的成年队比赛的时候再换回来就好了 做好这些细节的话有有助于提升我们的这个死球的这个战术的这个进球率啊 我们来看一下任一球任一球的话刘冰冰 然后两个右边路的顾伟 刘然 然后孙斌啊中后卫不要没事上来替任一球 调韬鱼 然后 哇左脚人是真是真是缺啊 还真就四个左脚也没有左右脚的尴尬 看一下那就 就顺着脚发啊 又打门的就逆着脚啊就这样这样发啊 好接下来的话 游冰冰瓢涛鱼李帅 游冰冰瓢涛鱼李帅 是不是可以一次性选三个人然后拉进去啊 我记得好像可以啊可以完美 好点球也要看一下啊 哇吃完点球平凡都好低啊 李帅第二点是贺冠迷了 这俩的话我看看这个拉肯尼 刘冰冰刘若凡差不多了 射四个应该够了 好尴尬 嗯就这样吧 我先确认一下他会不会把这个任一球的这个选手这个给保存下来 应该会我看一下啊可以应该是存了的啊存了的 嗯 好这场比赛的话对阵阿曼的这个东亚杯啊这个热身赛 我们的话应该是坐着我们的这个主场 特冠间是这个场上队长 红杀红色队服对方上蓝白色队服啊 对方也是一个平行四四二 我们来看一下阿曼的一个情况 这一场友谊赛的话是在哪踢啊 我没看得到 反正我们主场主场在上海 在上海踢 生花还有上岗的球迷麻烦到现场来支持一下我们博足吧 然后看一下 阿曼的这个水平如何今天 他这个水平比我们低很多大部分是假人没有几个真人 那我们对发挥正常都应该是能赢了 看表现了 我喝口水喝的差点喷出来有没有搞错啊 这啥防守啊 不要让对面在这么进区里面这么啊这防了什么东西啊 我喝口水把我吓得不轻 吓得差点喷水 不为远距离任意球送到后点徐继组漂亮 漂亮这一球好球 这一球干干净利落好球 这是徐继组代表国家队打入了第一球 虽然东亚杯只能用这一个亚洲区内的这个赛事 亚洲区的这一个效率的这个球员 并不能用流洋球员 但是他好歹也是国家队的这个比赛 好歹也是国际A级赛事 虽然看起来像我们就像那用了一个三队一样 连二队都应该不算啊 我估计我们要真组二队可能都要比这一帮人强 但是 但是没办法 我们好歹也是要练一下这帮人吧 也挺好的 这样我们优秀最优秀的群员就流洋 然后打东亚杯这种比赛的话 就让没那么优秀的人上来踢 其实现实里日本不就是这么做的吗 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有一说一啊 日本他们打他东亚杯根本就不会 不会把那些旅游球员全部照回来 韩国好像都不这么照 不为 打进去里面对方先解围了 孙斌这一球可以 喉咙范围很大很积极 因为对方的边后位过掉了以后 穿中哎漂亮这球未禀位的 但是这也越位啊 哎呀妈呀 又为了一个毛吧 这个又会吹得好 黄的啥好 好吧 我对驯化真的难 我不说话了 不说话了 行吗 好 这两个人不要再吃牌了 这两个人不要再吃牌了 先晚上这话半场我们从右往左进攻 这边孙斌是在对抗中抢到了对方的球权 场上下起了大鱼 全会给文将赖小鱼 狙击左 给左路 正凯木拿球 大脚 这个大脚给的不错 赵罗单刀了打门哎呀 卧槽啊 可惜了 这球机会很不错 但是赵罗没有不能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单刀 正凯木传的很好 孙斌 脚球 徐击组这边顶高了 险些完成一个这个投球的梅克二渡 左边路的接外球 张静亮给到刘若藩 这边回传的时候出现了失误 对方反击 这边大部分人是惠人 刘威冰这球抢的不错 可以打得很积极 在传球 这一球传的有点那啥了 为刘若藩也没启动 对方门将大脚 开过来 对方这个前锋头球一蹭 不过被我们截下来了 张静亮 徐击组 也是大脚 找刘若藩头顶 顶给刘冰冰 顾伟 中路这边 或者球以后面的对手 往前带 给到右路孙斌 贺冠 贺冠这边助攻上来了 左右后卫孙斌 再给顾伟 远射 好球 这一球的话 我们的中前位顾伟 打入了一记 质量很高的远射 好球 60分钟的话 我们按体能换一下人 我来看一下 刘冰冰 孙斌两个人体能健康了 刚好是两亿 我们不能 因为我们在后 也只休息五天而已 不能真的 就是让他们 把他累坏了 然后再那个啥也不行 该换的换 热身赛的话 我们就按照体能换人吧 也没有必要按照什么别的 反正这个 其实输了都没所谓的 好 我们左路的接下来球 直率张静亮给李帅 替不上他的李帅 护了球以后 再回给张静亮 打一个身后 刘若藩 漂亮 带球这边要下底了 或者等队友 给李帅 好的 再给刘若藩 赵罗 进去里拿球 转不了身 顾尾 调桃鱼 又打远射 卧槽 哎呀妈呀 这顾尾有点东西了 厉害了 进一个远射 可能是运气 进两个远射 卧槽 在同一个地方 进了两远射 一个比一个远了 可以啊 他这个远射也不高 五的远射 我只能说 真的抽筋里 我的数值也是 表现 数值仅供参考 请以表现为准 好吧 我们三个体能 剑皇的换一下 顾伟 刘若藩 徐记组 三个人 那么顾伟 对位换上刘若 刘若藩 这一个 对位换上张也 然后徐记组 张然就没有必要 给他上了 我觉得我还是 很相信张然的 没有画面 顾伟在后场 带球 一个大脚 往前面脚张罗 张罗这球停下来 好 等队友 右边翻 张罗可以给右路 选择带到中路来 曾浪 这一边 可惜了 而且对方 好像是犯规了 我们还在位置 很不错的地方 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好球 不过这球没有给画面 估计那一球打偏了 最后一关人名用掉 换上王兴 我这边的话 因为大家也知道 这些人真的是不熟悉 也不是真人 所以的话 我也要看一下 他们属性分配 刘然王兴 对方想要接外球 支出来 打我们走路 大脚 正海默 头球一顶 然后这一边顶给对面了 我还是希望 能接 能停这种球 不要去顶这种头球 好蠢 右中卫 这边 对面也来远视 两边今天远视 远视的门将不设防的 今天中国队和阿曼队的首发门将 都姓乔 明哈特 不对 应该是姓哈特明乔 郑凯木 这边给左边的张经亮 刘然 替补上场的两个人 我们应该不能再换人了吧 我看一下 应该没有错 换六个人 刚好再换人应该是不行了 对 你不能再换人了 可以了 就这样了 然而这边中路 汤过一个人 然后 可以 我们的 另一个中场 刘然 替补上场表演了一条龙 自己从中路盘带一路杀到这个对方门前 然后直接进了 可以的 那我们这边4比1领先 今天我们的这个球都还挺精彩的 这种球都有了 不过在国度身上建到这种球还真的是少见 凭借个人能力 可以一个人把对方这个从中场带球带到这个后后 带到对方后运前 然后直接打进 可以的 可以的 李帅 这边传球出现了失误 对方的反击 要分左边了 对的 我就知道 好 人快回来 注意对方传中 翻传中 在传中 哎 好的 这边 郑凯木应该多少是拦了一些对方的这个是我们角度的 还得给画面的话 应该还有我们的一攻 赖小雨 这边 哎 哎 啊 可惜 那么这边对方把球权拿回来 然后大脚 哎 这球不越位吗 越了吧 卧槽 这不越位 怎么做到这球传的不越位的 怎么就隔这么远啊 哦 这对方半场传的 那确实不越位 可爱心 牛逼 哎 也不对啊 在几方半场传的就能 没有吧 在对方 哎 算了 我都傻了 本来这种球 AI觉得不越位就不越位吧 在没有过半场的时候传球 我记得那个进攻球员也必须要在半场这一边 接球 就是接球球员也要在半场这边线才行啊 确实是有一个越位关于半场的规则 但那个规则是七角传球的时候 如果传球者没有过半场的话 那么只要接球者没有过半场线 那他在任意地方接球都是不越位的 可是他过了半场线了呀 我觉得这个很神奇啊 不管了我们这边至少是赢了 反正这种规则 你跟他这个说也没有什么用 我们这边的话4比2击败了对手阿曼 我们这排名排到第48 我们等下一场的一个公亚杯的第一场比赛 好 这边刚好国亚这个俱乐部打 预备队 我这边也赶一下这一个人 接下来的话就是东亚杯第一场就打韩国 因为游戏里面他们做的这个韩国联赛的这个强度比我们这个中超强很多 所以他们只用这个国内联赛组出来的这个球队也比我们水平要高很多这个没有办法 这给大家看一眼啊 这个打不过就打不过 韩国队的一个平均C的话达到了100多 他们全队最低C是98然后平均110 我们队的话最高C94 所以大家的话这一场真的是输的话就轻喷了 因为确实实力差距在这里了 也就是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的这一支国家队跟对方韩国国家队的这个差别啊 比我们两两边国家一队的差别还要大 我们一队真的跟韩国踢的时候实际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 所以大家做好输的心理准备哈 当然这也跟我们这个市超补丁的做法有关 因为我们把比较厉害的这个中国俱乐部全部都移到市超了 会导致留下来的俱乐部确实不太行 而韩国的话最后也是按照名额进了个全美线 现在进了个卫山现在也没别的俱乐部了 所以他们的强队全部还留在这个韩国联赛 这也是另一个原因 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在于我们那些去的俱乐部都得到了很强的一个锻炼 然后的话呢 他们那里又有规划球员 然后又可以有很有钱 然后去把这个清迅发展好 所以我们成年队的差距感觉现在在缩小 等新的规划还有新的小药刷出来吧 而韩国毕竟的话是吧 市场里面就就只有两个双描 不是独描 但是也是双描而已 就是卫山现在去美线带 这个则策是不是特别多伤 好我们期待我们东亚杯第一场对手是韩国队 这场比赛我们少数当赢了 说实话 对方全队大名单里面C最低的一个人 都比我们C最高的贺冠还要高 没有办法 差距太大了 我们强的人全部都在各个其他的联赛 不是在市超的话 就是在一些留下来的一些欧洲联赛 我举个例子 我们的那个常委就是在留下来的这个西甲联赛里面 常州熊师群龙舞主 是不是他们吵了教练了 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国家队的话 主要是由成都成都荣城俱乐部出的球员这个组成的 我们可以看韩国他应该还是留下来很多的那些 球员来这个组成的很多那些强队 可以可以围观一下到底有哪些队 等一个等等到模拟到打韩国那一天吧 现在也不止 之后的话联赛应该是能轻松一场吧 主场打联赛排名目前垫底的几打 我觉得应该压力没有那么大 然后后面就打朝鲜 哇 这个凯拉特跟标准列日打的也是真的是 6比4的比分都打出来了 够刺激 后防线真的成陪称了 我们的赛程的话先打韩国再打朝鲜再打日本 我们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吧 就尽量小组不要垫底吧 很客观的来讲 因为韩国也好 日本也好 朝鲜也好 那么按照声望 他们也是只是保入选了两个保护名额的球队进入试超 所以的话他们剩下的强队全部都留在国内了 你看他们的话现在这支俱乐部的话就是有谱向 制铁水源三星首尔fc 还有城南一和上周上午这些大家都也都是耳熟能响的球队 组成的一个这些国家队 我们国家队的话 现在这个强队都强俱乐部都去都去试超了 所以导致现在剩下的人确实不行 新闻发布会应付完 我们这一边反正就是最高c的往上面追 然后少输当赢吧 对吧 我们这个差距这么大 如果是俱乐部我们的这个战术成型了 战术熟练度高了 那还有点机会拼一下 在国家队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事的还不是我们之前前几届适应过这个战术的那一批人 我们这个因为他这个只能用这个亚洲内的这个球员 所以导致我们这个连人的熟练度都没办法累积 所以如果说了亲喷啊 不要不要不要把我骂太惨啊 这只只打打不过去是打不过啊 我们等待这一个下一场这个比赛啊 他们对疯狂其他队伍要挖热速是迪亚兹但是我们是非卖平了 多埃尼亚兹这个流感回家回家养吧 我们得了流感一个传人俩 这两个下一场估计打不了了 对因为他刚好就隔了一天 所以这两个刚好养好流感了直接去打炸马雷克算了 就歇着吧 我们这一边反联俱乐部的目前上面的面积不大 然后阵容的这一个厚度也还行 这场比赛的话就按照我们现在能凑出来的最高CH排 但是打不过就是打不过了啊 好这场比赛的话我们现在红色队伏 对方上来白色队伏 韩国队把出了一个433的一个首发 因为对方比我们强很多啊 所以我们是以激励型的这个驯化为主啊 对的这个有实力很高的一个差距的时候反而驯化效果的好一些 一上来10到12分钟我们俩中前为一人吃一张黄 三黄了可以了 干了 要打韩国我们还少打一人我们肯定要被学习 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很严重 所以的话先把这一个凶狠冰箱先勾掉了 好对方大脚找过来贺冠心把球解围也是ok的 那么这边最中路哦 这球的话对方是打高了还是挺危险的啊 刚才中路给他们来个门互动开了 孙斌主发一个脚球前点贺冠贺冠漂亮 来自上海的老将贺冠这一边脚球直接顶进了头球 我们是以1比0领先了这个韩国队可以的啊 这是贺冠的第14场国家队的比赛啊 那么他之前在上海海港对这个效力现实里面也是 之后的话转会到了苏都瓦球场 然后又被租界到了卡伯斯最后转会回国啊 去到了北京北体大啊 这个是他的一个这个最近的这几年的这个比赛的这个情况 漂亮 那么对方门将江贤帽主一伐一个球门球 大脚爪过来 这边贺冠没能把球截下来 重新组织一个对方的阵地进攻 至于防守 这个确实是董宇右后卫的一个水平差距啊 还好 右后卫盯人盯漏了 这一球就是单纯的就盯人没有盯住 很像上一场皮特马斯盯防的那一球 又是脚球孙斌主罚一个脚球前点 对方先解围了孙斌还有传中机会 后点这一边张也没有能把球给抢下来 注意对方这个反击 对方反击过来以后好的 当然这个反击的传球并没有人接应 估计其实是半反击传球 半当个解围再用啊 董宇再给孙斌这个输球要快 对方韩国你们看他多人包夹啊 这种时候一定输球要快 不要粘球 再给董宇小心失误 王兴几个人的这个倒角 张然 孙斌扣过来 踏到进区里面 孙斌漂亮 好球 孙斌可以 他是主罚脚球 然后助攻贺冠打入了第一球 之后的话 一个人靠个人能力扣过对方的左后卫 然后杀到进区里面 那么是打入一球2比0 好球 非常满意 那么这三个人的话 训话不要再吃黄牌了 比赛来到下半场 我们将会从右往左进攻 右边的几百球 董宇支出来 又是右边路的孙斌 头球往里面一蹭 哎 机会 啊 可惜 太可惜了 这球对方门将跟后卫 自己出现了失误 但是可惜我们的这个前锋张也 并能没有把这球偷击给偷进去啊 很好的偷击机机会 这一球太可惜了 那么对方的反击好的 你看张静亮这个回去的拦截也很漂亮 OK 那我们这边的话可以考虑坏人了啊 60 60分钟 这是比正式的国家的比赛只能换三个人 那么两个平分最低分都是6.5分 并且体能也见黄的人一起换了 恰好是左边路的 那就是今天左边路扛压比较严重 两个人再一路 那么对位换上左路干泽锋 然后左前卫李帅 我还得先不换 因为他们表现太好了 而且我们已经是降过了一个 他们的这个 强断的这个凶度的凶狠程度的 干泽锋 接完球做出来给他李帅 两个人都替不上场 再给刘然 刘然带球 漂亮 打门 这一路的盘带都打得很好呀 但是可惜了 比赛到第70分钟 我们这边再一个换人名额 我决定是把这个带黄牌 并且体能已经降得不行了 虽然他表现很好 但是他太累了 我们要考虑这个之后的比赛 而且我们确实太累了 他这个跑不动了 这位换上增浪 这个换人完全是因为他跑不动了 80分钟我们这边的话 降心态 OK 这球如果丢的话改4141 摆铁桶死守 如果不丢的话就不变正 那么这边对方在前场 注意我们的后 漂亮 这一球董宇回来的很快 虽然给对方出现了机会 但是董宇这一球回防很到位 刘然 角球 郑凯木顶下来给张也漂亮 3比0 好球 我们这边的话 是这场比赛打进了两个角球 这一球是郑凯木 头球一蹭 后点的这一个张也门前强点 对方韩国队也是摆出了一个 4-3-3来搏命的这一个反击 希望把比分追回来 但是好球 我们这边替不上他的李帅 这一球防守不错 给到张也 张也又有机会了 张也单刀 打门 哎呀可惜张然 张然这边继续拿球 而他是单紧右脚球员 这一球他不好处理 转身过来以后 他很难再换成他的这个惯用脚了 今天张然反而没什么表现 但是他这个评分还是很高的 水涨船膏把带起来了 今天可以啊 今天虽然韩国队比我们CA高那么多 但是全场没有任何一次机会 连摄政都没有一次 然后有一个绝佳 三个均等机会 我们队啊 还有一次这个打到了这个门柱上 这一场比赛踢的真的是太漂亮了 哇 现实里面要是能踢出这样的比赛 真的国足球迷真的开心死 我跟你们说 好兄 好 那么这场比赛的话呢 我们是东亚杯一上来就爆出了一个大冷门 是3-0直接击败了韩国队 讲道理这个阵容我们把它称为大冷门 一点问题都没有 落后这么低这么多CA对不对 这个绝对的是大冷门了 而且重点是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强的 今天的过程也是很强的 因为全场比赛对方连一次摄政都没有 并不是说他们全场压着我们打 然后我们靠偷击 靠这个防反进几个并没有 反过来我们是全场压着对面打 所以说不错啊 好 接下来回到俱乐部 我们要在主场迎战即打俱乐部 这个应该是个东南亚的一个 反正不是什么大国家的俱乐部吧 看一下 我们期待一下下一场对阵即打的比赛 那我们东亚杯小组赛下一场的话 对手是朝鲜队 我们没有记错的话 我们这支国族的这一个CA比朝鲜都还要低 因为一样的朝鲜也是只是上来了两个俱乐部到试超 剩下的都还留在这个朝鲜国内踢 所以的话 他们这个有十一的俱乐部都留下来了 所以他们就可以派很多厉害的人回来打我们 国族的话 因为我们带了太多中超队去试超 所以反而在打东亚杯的时候有劣势 但我觉得没所谓啊 毕竟东亚杯真的没什么含金量 所以的话这个真的没所谓了 我也不会在意 我相信观众们也不会在意我们东亚杯的表现 何况我们还抱了一个大冷门 对不对 右后位替补任大鹏 然后中后位替补桑布拉诺 六号 六号位应该是中前位 是吧 确认一下 也没事的 六号位中前位给到 纳普斯卡夫 替补带毛里桀卢卡斯 好接下来下一场的话 我们在主场迎战来自马来西亚的可达赫 还真是 还真是这个东南亚球队啊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那对面可能亚这个中管人还蛮多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实里面 马来西亚非常多的这个华裔 不要紧张啊 利格亚斯特拉 嗯 张米萨我们上下指数队伏 从右往左进攻 一上来就给画面 意味着我们第一攻 可能是有有有有 有那个画面的啊 贝托马斯 这边代球给到中路老罗 再给乔治诚 乔治诚动作代球 面对手的防守 拉到进去边上 回坐给我们的右后卫 甲洛老罗 我们这边短川打 这一球直接打远射 可以有想法是好事 对方的话 跟我们摆了一样的一个站位 都是平行442 我们这边目前在数据上面表现还是不错的 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一个这一个画面啊 要有画面才行 这是角球机会 乔治诚 主罚角球第一点 爱德华多一顶 漂亮 1比0 这是我们的这个中后位 安东尼奥爱德华 如果本赛季打入第一例进球 可以 他的投球的话呢 比那个伯纳还是要差一些的 估计可能比甲洛都要差一些 但是能进就好了 他也是属于就是全能性中后位了 我之前都看错了 老是记错了 为什么把他记成高塔了 右边录的这个右后卫 利亚哥斯特拉 这一边传球 可以 甲洛打得很积极 漂亮 哇 甲洛这球完全是个人能力 你看 谁还需要鲁帝 你鲁帝 PA高 CA高 CA高 也被反超 PA高 你这个你也兑现不了 是吧 所以说 远距离的人一球 往进去里面掉 后点 又是甲洛 漂亮 没开二度 你还别说真的 我们这甲洛这个表现 就应该把鲁帝 按在板蛋上 有一说一 他就会成为我们另一个这个张燃 就是明明这一个马克思的CA比张燃高 但踢起来就是这个张燃比马克思厉害 好球 爱德华多今天也是没开二度了 我们上半场有两个人没开二度 分别是我们右边封甲洛 以及这个中前位爱德华 这个中后位爱德华多 阿拉塔任一球往进去里面 再掉后点 迪亚兹 进去里拿到球 先后着球等队友 转身过来传中 在后点再打 啊 可惜 连续的捕色都被对方封捕了 可惜了 对方如果要是封堵的 稍微慢一点的话 刚才又要进了 左边路就要求是摔佩托尔斯 对方先是大脚解围了 这边我们的甲洛跟对方的这个前锋针顶 然后抢过去 所以现在球权回到我们脚下 乔治诚 这边差点丢球 第一个亚斯特拉乔治诚 两个人差点都丢球了 这边甲洛进去边上面护着球 排到进去里面被放倒了 好球 那我们中后为爱德华多将主化这个点球 因为两个人都是没开二度 谁罚进的都是帽子西法 我们选择让后卫来罚 可以 所以的话我们这场比赛 我们的一个中后卫 帽子西法了 上半场 可以 还是很谦让的 不过虽然估计说是谦让 但是反正是应该是 最爱随机的了 因为本来甲洛和爱德华多两个人都是没开二度 然后我们勾选了规则 让他们谁能帽子西法的人优先罚点球 因为我估计射门那些属性点球那些属性估计还得是那一个我们的这个甲洛更高 这球怎么可能进吗 这么慢的球速 讲道理他这个球速 我当门将都能把这个球靠那个站位来来把这个球给防住 太慢了 这个球速 好 这边乔助成训个话 避免犯规 OK了 下半场 我们这边愉快的进入下半场 接下来是从左往右进攻 对方门将一个熊门球 大脚打到中路来 真顶老罗这边 能拿到球权吗 没有 对方这一球其实也是疯狂的倒地在这个抢球 这个精神很让人动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甲洛漂亮的抢断 甲洛这边带球内切了 自己来 想打圆角 可惜了 我们差一点就见证了双帽子西法了 到目前为止 对方目前本场比赛还没有获得任何一次盛门机会 我们现在比分上面是5比0领先对手 接下来的60分钟 我们看一下赛城 赛城应该不紧吧 我们看一下俱乐部赛城表 俱乐部的话 下一场隔4天打炸马雷克 可以换换人 老乔治诚的话 有没有黄牌停赛 我看看 乔治诚有黄牌停赛 下场他已经打不了了 但是我们替补的人 没有人是吃黄牌会停赛的 所以的话我们可以换换人 乔治诚这个就反而不换了 因为你换不换他 反正下场他也打不了了 所以的话我们这边暗体能换换人吧 甲洛鲁地 然后我看一下 甲洛鲁地 甲洛换鲁地 巴达塔哈维罗 哈维罗巴达塔甲洛三个人 先换三个 对我换上鲁地 然后甲洛 等等不是这个甲洛 换错了 巴塔塔哈维罗 巴塔塔哈维罗 阿博斯卡浮射亮绿的不用管 自明得意 可以 我们讯号还是有用的 那么这边应该是对方啊给了我们一个位置很好的任意球 安东尼要爱德华多 这个人还有任意球脚法的吗 他是中后卫啊 还真有一脚任意球十一八点球七那七点球到底也不算不高 爱德华多的任意球打门哦天了可惜了他这要是进了那就是中后卫大四喜我的个妈呀吓死个人了 如果他任意球真的还有十一的这个属性的话那他法还真有可能啊 叶梅再给皮疙托马斯 叶索马斯这一边带球给到前锋回撤接球的里科 里科现在带球往进去里面杀给迪亚兹不能转身再给里科还给迪亚兹继续回传 今天的对方进攻都还没有什么表现陆地啊 这一球是文尝试打的还可以 但是没有进 对方的一个接完球支出来 先打我们走路 选择大脚往进去里送 但是这一球没能找到队友甲洛 好我们现在轮到我们的反击 阻碍比带球往前面 现在开始起诉 对面多人防守上来了 阻碍比继续 贴紧边路 在船中啊 这一边没能过掉对方的头顶 今天我们队打的对方都没有任何机会啊 太惨了 不会是防守打垫底啊 那这一球输了 注意对方反击机会 好的爱德华多 你看这个墙都打得好 给鲁地塞了个身后 再给迪亚兹射门 哇丑 这个射门真是够挫的 有一说一啊 我们队已经42次射门19次射阵了 暗体能继续换人爱德华多皮托马斯两人 左边换上比亚亚 然后中后又换上佩雷拉 我们换了这个一堆这一个没有状态的人上来 找比较状态也不错 他也拉作为老将主罚这一个人一球 一个呀 利亚哥斯特拉小自成 中后代球对方你看防的防的不积极 感觉对方打的 好这一球对方解围了 但是球圈还在我们脚下 我感觉对方防守好懒啊 你看我们比亚亚代球 你看没有什么防守压力的 阻碍比也是 你看对方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是教练安排是球员不积极啊 为什么就是这样的 不怎么防守没有什么防守态度在啊 对方这个赫苏斯马丁速度很快 这一边起诉 想见他全中了 追全中啊 这边不知道是传中还是射门 反正是打了边网上了 哦算了射门 那他这个声音也太离谱了吧 训一下话 这个训话把他们这三个红脸给盖掉 好的 又是脚球机会 乔治成给前点 对方第一点解围了 这个解围球应该是我们的 第一位没可以拿到 分给右路给啊 哎 太毒了 要自己下底吗 啊 还是回来了 小刺诚 也是我们很罕见的两个以前的这个前腰一起搭档中场 因为领先太多了 没所谓了 就可以没有那种防守型的中场啊 两个组织者 反正这边进不进去也没所谓 那么这边的话 因为这个 DMA过于粘球 导致我们这边丢了球 但这边的话 我们防守回来的也挺快的 对方又没有什么角度了 你看漂亮 这一球假若这个回方多漂亮 右传后点 哎 可以 你看 这个防守就真的很让人放心了啊 鲁帝 代球推进反击 往里面带 哎 所以就这个表现 这鲁帝活该给 贾洛打替补呀 对吧 你们这活该的替补席啊 都已经让你替补上场打半个小时了 你就是没有把握机会 也不是没有机会 就是把握不住 那能怪谁呢 对吧 不是没有给你上场呀 不是没有给你时间 还有机会表现自己 你就是不争气 有什么办法 是吧 这鲁帝真的 我现在感觉鲁帝有点烂泥扶不上墙 我说实话 贾洛真的就是硬生生的 贾洛的起点 CA比鲁帝低 PA比鲁帝低 但硬生生的就是靠表现 还有涨CA的速度 把鲁帝的主力位置一点一点给抢了 活该 我是喜欢看到这种故事的 我也不是唯CAPA论的 要不然我也不会在球代软件 那么认真做一个这个选人模板了 好 左路左艾比带球 这一边内切到中午来 寻找队友帮助 给DMA再给乔治诚 乔治诚带球 找队友 选择直接突尸冷剑 这球想法很好 看左艾比这球停 这球停给对面了 给对面停的球 你看我们这边这么好的一个形式 下半场你看没有进球 所以说这几个换来的替补 还真的就是不行 那么单独要表现爱德华多 赢是赢了 但下半场踢的并不好 这帮替补真的不行 希望他们下一场打硬仗的时候 能干能拿出点表现来 要不然就真的太菜了 我们俱乐部的话 下一场的话要打扎马雷克 我们在联赛的话 是开赛连续14连续17场 这个全胜 连续那我肯定是不止市场不败了 他这个市场不败 估计是主场市场不败 哇日本跟朝鲜 也是打了大比分 6比3出来 接下来下一场的话 我们要打这个朝鲜队 因为他中间有三天休息时间 所以我觉得可以放一些人 在预备队去找别的状态 一般只有两天休息时间的话 我就不放人 但是三天的话 一般会放 反正你放了预备队主战也不会用 而且接下来两场的话 赛程很紧 到时又要考验我们的这一个轮换的 这个时候了 我看到我们今天要决定这个打亚洲 U23锦标赛的一个这一个名单 我先把球团人家在后台开好 算了 对22号中国国号对U23的亚洲国家杯的一个名单 突然有突然有点想打退堂鼓了 毕竟U23的有没有必要带呢 而且U23亚洲国家杯 那还不如带成年队的好玩 但是也不是不行 带一下吧 也不是不能带 有点纠结 要不要欢迎 要不要 要不要请个请个U23教练也行 朝鲜队的CA比我们高啊 这边跟大家说过情况的了 所以的话 如果真的输了轻喷啊 当然实力差距的话 没有上一场我们打这一个韩国那么大 但是有差距 朝鲜的话呢 他们最高CA的99的 他们是从 反正90多80多的一个这个 他们的一个首发最低CA是多少 可以看呀73吧 首发最低CA是73 我们对首发最低CA是门将70 所以的话这下一场是佛仲之间的水平的一场比比赛对决 倒也没有落后朝鲜队很高的CA 但是朝鲜队绝对不弱 可以说跟我们是一个一个线的水平 我们期待下一场对阵朝鲜的这个比赛 第三个得流胆流感的 爱德华多是要表扬一下 我忘了 爱德华多表扬行为 我是不是已经表扬了 我都忘了 年纪大了是这样 那应该是表扬了 我们这个保持跟上一场一模一样的首发没有必要调整啊 没有受伤的也没有那个什么 本来就国家队比赛很稳定的一个首发的一个步骤就好 好下场比赛的话 我们刚打完 刚打完南朝鲜现在来打北朝鲜啊 好上比赛的话 我们上上白色队服 对方身穿红色队服 对方摆了一个四三四三一二 四三一二的一个站位啊 我们前场的一个街外球 对方我都看错了 对方是红色衣服啊 不要看错了 我们从左往右进攻 对方前场的一个街外球 传中哎 这个漏顶太不应该了 这俩中会为一对火宝 两个都没有顶到 客观跟正凯木 这个失误很大 真的是差点给对方一个很好的机会 很危险很危险 哎 你看这个左中后卫 正凯木的站位 直接把对方露的一个干净 不认能力吧 被打爆了 这一球正凯木的防守站位把对方前锋漏了个一干二净 所以给对方获得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啊 主要一开始先是那个帽顶后房间又乱了这很尴尬 没有那个帽顶的话 这一次这回合防守也不会那么大一个压力吧 然后乱了以后就再也没有找回这个状态了 好 贺冠这边挪了位置以后 现在是投球解围给到右路的孙斌 孙斌上场比赛的话会非常神勇 改球给到王兴 王兴这边再给孙斌 两个人之间的一个配合 在传中 门口张爷 投球一顶 顶得太正了 还给画面注意对方反击 这帮门降了一个大脚 贺冠好的 你看贺冠都到左路来以后 现在左路就好很多了 所以还是质坎木的问题啊 没问题啊 张张爷 哎 有没有月位啊 月位了 我就在抢月位问题啊 确实是站得太底了 我们这个前锋二张啊 其实发挥还是不怎么样啊 该换人的话就把这两个行风换了 然后后防线中场看情况换人了 已经落后了 我们这个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直接挂全力进攻上 开下半场 有些紧张紧张紧张三个人 不要有压力 扭回来一个 然后在这个什么 扭回来两个人的这个负面debuff 下半场的话需要换人调整的话 应该果断换人啊 前往的接外球 我们的机会 董宇给右路 这边传球的时候直接输了 这坎木拿球 今天因为他的这一个盯人的问题的话 上场我们丢了一球了 打一个时候给张然 张然进取里面 在传到门前 哎 漂亮 可以 张然这边亮亮向向 这个球还是传出来了 可以的啊 那么张也终于一边也是开张了 好球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追回一球 1比1 现在打平对手 好 我们门将王熙开球门球 郑坎木 后场不要失误 大脚 找张然同顶 投球一蹭给张也 哎 给左路啊 刚才给左路更好 孙兵 能传中吗 啊 可惜 很可惜 这球两个人都没有那个视野水平 其实刚才左路更空啊 又大脚往进去里送 哎 哎哎 张然 哎张然 传到来 张也 漂亮 所以就是在对方的后防线自己混乱的情况下 张然 连续两个助攻 张也连续两个进球 所以这雷开二度开的 也可以 也可以 我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吧 那对面要这么送 我们能把握住机会也好呀 对不对 好球啊 本来我都想换人的了 结果这踢的可以啊 突然间是转过来了 好 两个6.5分或以下的也换一换人 毕竟我们上半场也是先丢球的 下半场也是靠运气打过来的啊 那这边的话 对位换下王兴和董宇 又会对位换上刘浩 中场的话 对位换上朴涛宇 学他有一个流燃 我要看一下属性属性图 我才知道哪个人更适合打这个左边的那个位置啊 啊 刘然打这个左边吧 对没错 留一个换人名额在手 好 我们的后场自家的这个接外球支出来 哎 这球传的不错 张言 给张然 张然起诉 张然 张然 洗把再来一脚 漂亮 哎 张然 张然的速度总算是表现出来了 好球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以3比1 在上半场先丢一球的情况下 下半场我们是连追三球啊 让一追三 好 孙斌体能接红了 直接换下 我们要考虑下一场啊 等等刘冰冰还受伤了 呃 我说实话 我这样虽然可能不太好 但是刘冰冰受伤的话 我预计他打朝鲜市 他打日本肯定回复不过来 最后三天时间 所以还还不如这样子 孙斌歇一下 他下场可能还能踢 但刘冰冰下场肯定踢不了了 不然他打完 算了 我是这么想的 虽然很功利 但是我要为我们球队的战绩负责 带个小准条跟这个刘冰冰说一下 你再撑一会儿 好吧 下一场给你休息 因为我现在去换刘冰冰 他下一场也打不了 那我不如把现在换下 下一场还有可能打的 孙斌先换了 对吧 对方门将宋正要开个大脚 中路 特冠直接上前把球断下来 张燃起诉 漂亮 张燃来 张燃啊 这么好的机会 贺冠帮你抢出来了 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换了贺冠的位置以后 贺冠打得很好 郑凯木确实上一半场 就是个人能力问题 那一球被过了 二位战位不行 那我们这边的话 是取得了两连胜 看日本和韩国的赛国了 东亚杯的话 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 最想看到就是日本和韩国 踢平 甚至韩国赢日本 那我们就是最爽的了 他的这个比是先比胜负关系吗 我看看 胜负关系 先比竞胜球 那就先比竞胜球 或比胜负关系的话 如果日本韩国踢了 只要不是日本赢球的话 我们就很大的优势吧 如果日本没有赢韩国的话 我们的优势会很大 我们期待下一场对阵 跟这一个日本的这一个东亚杯的最后一场的比赛 从目前来看的话 只要日本能战胜 只要日本没有战胜韩国 不管是打平还是这个日本输韩国 我们最后一场之前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势 但是这个flag不能立 这个flag真的不能立 我怕了 马拉伤了 这个扎马雷克的教练 公开质疑我指教球队的这个方法 什么鬼 他是他算哪根冲 我们没有交手过 哦等等 我是不是跟他带的其他对交手过 看他里程碑啊 他带过什么队啊 等等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币啊 居然公开喷我 哦 4月25日 他他他带的4月25日输给我们 我就喷那边教练了喜欢搞我 哦对我我想起来4月25号好像就是那个输了以后特别不服我的那个人 好像就是他 我有点印象了我们赢4月25号的时候他就特别嘴臭 把他喷一顿了不怕了对对对对对就他肯定是他 直接开启喷子模式啊 喜欢嘴贱我 来来来打脸球打脸 他带4月25号的就没赢过我换一个队你就能赢了 这把雷克还比我们高一个级别来打吧硬钢真的是 这嘴臭教练 日本不要赢吧日本别赢希望日本不要赢 最好韩国赢是最好的打平也没那么好 打平也没那么好说是吧我希望我希望韩国赢 韩国赢是对我们最有利的赛主打平了也也好也好也好 他们体能 哇 他们大部分是这个假人 黄的你看我们体能啊 可以 4个黄的 他们假人很多 他们没有关注 我也是 都没有关注 我 你看 是 也就是 不舒服 我 我们期待一下对阵嘴臭教练的这个比赛 希望我们对主场给力点 不要给我这主教练丢人 而且这几个流感的感冒的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这几个人 要后卫的话利亚哥斯塔拉 首发中后卫刚好又给回伯纳尔了 转了一圈又是伯纳尔的主力了 德瓦伊勒 德瓦伊勒跟这个哈维勒首发 哈维勒一起首发 看下主星图 德瓦伊勒来左边吧 哈维勒解放哈维勒的这个长长助攻的这个能力 韩伯凯 三号位右后位替补人大鹏 然后五号位中后位替补桑布拉诺 六号位中前位替补纳普斯卡夫 纳普斯卡夫这次也长得快到 他的一线队如果一直是没有什么球踢的那一种替补的话 他肯定不可能长那么快 等等 十十一 对是右边前位 右边前位 刚好那个鲁地谁是不是又感冒了 对吧 好贝拉斯克斯 对鲁地又伤了 鲁地这一天伤一次的 水平水平也就那样 不如甲洛 长得也没有甲洛快 佛人生的被反超的他是 OK 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话 在主场迎战比我们高一个级别的这个足联杯的对手 扎马雷克 对方的这个教练这个范海泽布劳克是个嘴臭王啊 之前在我们这个同一级联赛 待4月25日 然后输给我们就嘴臭 现在换了个俱乐部又碰上了啊 对方摆了一个541或者叫523 那我们这边生产紫色队服 对方生产一个白色队服 对方的话级别比我们高 然后C也比我们平均高一些 获得一个脚球 传到后点 博纳尔没能抢到 德瓦依勒来追这球 好的 德瓦依勒带球 中路 寻找队友 可以给队友了 给了 好球 这一边德瓦依勒进去里面放倒 对方过于急躁了 里克来主罚这一个点球 里克助跑 打门 漂亮 1比0 好 那我们这边在开赛第11分钟 在主场 1比0 领先扎马雷克队 对方应该是获得了一个离球门 还是蛮近的任意球 注意这一球直接打门的这个位置 不过人强数量也还够 看对方怎么处理了 直接打门 这一球是力柱救命了 感谢我们深圳大运中心的这一个球场的这个力柱 是我安排的力柱 老罗 主罚任意球 伯纳尔 可惜了 希望伯纳尔今天也能可以在脚球上面给我们一点惊喜 好我们上半场的话稳稳的1比0领先对手 两个吃了黄牌的驯话说一下 他在犯规 下方将召唤半场 我们将会从右往左进攻 好 德瓦伊勒带球再给左路巴拉塔 巴拉塔面对对方的右后卫 出了两步 然后等队友 这一球是被对方对抗给挤开了 对方大脚转解围 好的 我们这边又拿回球权 老罗 在中路组织 背身护球给伯纳尔 大脚找迪亚兹头顶 没能抢过 利格亚哥斯特拉漂亮 再给右路利格亚哥斯特拉 等队友老罗 好的 我们这一球打得很耐心 利格亚哥斯特拉给甲洛 再给老罗 我们在对方的右路唱起了三人转 甲洛 右边路带球突破以后 能传中吗 再给利格亚哥斯特拉传中 迪亚兹 这一球射门被封堵 好的 你看对方反击传球 就是我们伯纳尔 伯纳尔快速上前 又把这个球给捅了 至少是破坏掉了 要不然反击他们还有画面的 好球 右边路的界外球机会 利亚哥斯特拉 对方投球先解围了 先人回位 先归位 先归位 好 李克漂亮的一个强断 迪亚兹 迪亚兹的担刀 一人一个力柱 迪亚兹确实 他的机会其实从来都不少 但就机会把弄力太刺 尤其是到这种 比较激烈的 上了强度的对决就不太行 看对方这一球反击 压他角度压他角度 好球 贴头马斯 一对一防下了对方的单刀 漂亮 这边对方的高强度下 我们甲洛受伤了 然后三张黄牌 左边巴塔塔拿球 再给德瓦伊勒 德瓦伊勒漂亮给李克 打 这球这场要是输了 那我只能说是系统局了 一左一右两个力柱 记得挺顺流的 我不打算降强度了 这种级别对决 我不打算降强度了 给黄牌就给吧 看谁的命不好 主要是他伤我的人 这让我很厌恶 而且今天其实AI有要系统局搞我的这种征兆 就凭着一左一右俩力柱 这AI有要用系统局来做掉我的征兆 已经有了 待会我们把有黄牌都换掉了吧 今天争取把他的人搞伤一两个 既不能让他们带走这一场胜利 也不能让他们带走一个健康的团队回去 毛里希奥卢卡斯 替补上场 6.4分带黄牌两人换下 换上BIR 扔大鹏 6.5分带黄牌的再换一个巴塔塔走路 对我看上组爱比差不多 一口气换了四个人 状态都还不错 希望他们能够好好踢 有个快乐明儿在手 我们的门将先回位 好的 拦截一脚再拦一下 不大漂亮 继续继续继续 封他对方封对方 好的 操 系统局果然他妈恶心 艾迪亚兹滚 就这俩立柱AI绝对是要故意搞我这种球 大家玩过FM的都知道 这次是恶心人的 脚球机会 老罗这边出发脚球 甲洛 哎呀我操 如果我们要打重赛的话 我不给迪亚兹打首发了 迪亚兹一有那个什么的就不行 迪亚兹我要剥夺他首发资格了这样不行不行 啊真的不行 啊真的不行不行 bum 以后这种决赛真的不给迪亚兹提了 我看阿基诺奇卡哪个大赛好一点 大赛太差了 这个大赛10 大赛13给奇卡大手发下一场 这次真不行 哇靠 迪亚兹我给了无数次大赛的机会了 还真就没有一场踢的好了 一口气三个人进赛 我们下场肯定凉了 这样子没办法 我上一场从一左一右俩力柱 我就知道 这个就是故意系统局要做掉我 如果说迪亚兹那个力柱是大赛太低的话 李克那个力柱 那我只能用系统局来解释了 这这TM都不进 是吧 我没所谓了 大家F1只要玩上一定年头 就觉得这种剧已经见怪不外了 这个F1开心就好 火星人 所以我们下场有4人停赛 4人停赛 4人受伤 我们一线队22个人 有8个人提不了下一场比赛 您开心就好 我们等下一场东亚被决赛打日本了 迪亚兹这个水平我觉得 我想把他的这个首发就降 降降降降降到下就把他顺位给放下去了 这个真的不行 一次又一次给他机会 一次又一次让我失望 他的这个比赛顺位在我心里现在低于奇卡 但比阿基诺还是可以高一点 以后打联赛也是 我们先栽培奇卡了 他这个迪亚兹真的不行 先打替补去了 去替补系好好反省 跟鲁蒂一样 放个烟雾弹 使我们不会进攻 又是装怂 可以我们这体能恢复的还行 看看对面的 对面体能恢复的也不错 好 真恶心 嗯 博奥队有教练了 那我不用不用去指教了 他有的话那我就不指教了 看一下 他是有教练的那我不用指教了 那我不管 行那那U23我们不用管 我都可以去过来关了 TA托马斯 维拉斯科鲁绍兹 左前卫左边风我觉得没什么所谓啊 这个我懒得跟他这个什么他有球踢我就买 日本人的话他们这个队伍的特点就是假人多因为他们日本 游戏里面有联赛嘛 他们留下的人还有包括假人CA都比我们要高 给大家感受一下 什么叫假人 假人都有很高CA的啊 75的 香川真思啊 34岁的老将 这样几个18岁的年轻的这个小妖 所以他们这个阵容还是很强的 有香川真思 一个老将带一堆新人大概是这样 总之CA还是比我们高啊 你们别忘了我们这CA最高还是4个贺冠94呢 比这个这么老的香川真思都还要低 我一说一现在我们一队的这个商品商品还是多 我们继续维持首发吧我觉得一个人连胜的没有必要换 游冰冰的话这个位置我也先不换吧 他主要是替补离他还是蛮差蛮远的就这个里帅 差差3点CA才 我觉得纤维持一样首发不变吧 磨合度也高一些 反正不行我们再换人就好了他现在目前这个情况还是能踢的 因为我们这个没有什么机会磨合阵容 所以我们先三场用一个一个一个同一套首发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希望我们的这个国祖小家们能够给力吧 我们这个 最后一场比赛打日本 我就不敢立那个flag奶我有一个话是能说的但我不敢说 啊好那么这边是穿红色对付对方 日本也是呢他们经典的一个深蓝对付啊 这方摆了一个跟我们一样的站位 442刘然主发一个脚球 前点啊 这方这个叫严谷的这个后卫先解围了张晶亮 上前拿回对方的这个球权 真凯木刘然好的 然后横向带球 给张也进去里面跑位这一边 对方同走球裁判没有明哨表示 贺冠完了完了吓死我我真以为这球 哎哎 卧槽 你在干嘛 你第一下没有失误就算了第2 这种丢球你有什么办法呢 神仙来的都没办法呀 这你咋办 我第一下我就以为他要丢他没丢 他第2下他这样子那你 哎呦 这方这个云太奇是个真人吗 还是个真人 没办法没办法 我当主教练的尽力了国族真带不动啊 他都这么个丢球法的你怎么办呢 主教练能怎么办呢 我身体皮我也没用啊 刘然 那我不用贺冠吗 好不容易这个球还越位了 刘冰冰这一球任意去往进去里送张也 哎呀不要再越位了吗好球 啊 我真是的 赢个球真难啊 角球 刘然主罚给前点喝罐 这边好球 是郑凯木顶到了第1点 后点张也把球捅进2比 我们这边先丢一球的情况下现在是连追两球 比赛第15分钟我们现在是2比领先日本队 对方后场起大脚 好刘然这边把球拿下来张也 再给张然张然速度起诉 起不了了刘冰冰远射 可惜了 今天让这个体能不满的刘冰冰打首发他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本来体能就不满了可以打成这样我觉得很好 好对方有一个角球的机会金井 后点 这边 好的 又丢了 哎呀这个防守啊 我们现在是2比2打平 对方日本队也是三次射门两次射阵就进了两球 效率还是很值得我们队的一些人学习的 上场打完我们现在是2比2打平对手 要冰冰王兴训一下不要再吃狂牌好开始下半场 下半场下后我们从右往左进攻来看对方的进攻 对方的门将高地 传出一个这个大脚 投球一顶在一侧 东宇你在那里干嘛我给你跪了 俩后卫都都没回去 哎 这个月位造的我真是服了 就 明明两个中后卫往前站了造月位了 为什么右后卫要拖到后边一个人 不过讲道理这场要是算一个罪人的话反正贺冠牌第1 我真是没看懂今天这场贺冠的表现 哇东宇还双足放铲 他这个时候吃个红红牌我真的是永远直接开出国家队了好吧 王岐这边大脚给前场张也投球一蹭给到左路刚上场的李帅 李帅这边起诉 能传中吗 后点张人 又被封堵张也漂亮张也 nice 哎呀 这个张也还可以啊进球能力好球 今天我们现在替补上场的李帅是建功了 今天我们跟日本队打出了一个进球大战 左边路的接外球机会 李帅 张静亮给到张也 张也拉到边路来支援再分给中路董宇 董宇带球 给王兴塞一个时候给张然张然 哎呀 这个话没有用了吧今天张这个孙斌前几场打得很好孙斌的话今天没有状态 没有必要强行打给到这个替补增浪 假球机会现在是由刘然主罚给前点啊对方先解围了贺冠了去追这球可以 球权要拿回来不要再失误了贺冠了 失误了一次了 不要再失误了 王兴 回给贺冠 贺冠现在带球给刘然再给王兴增浪这几个传递打得不错 张然进区里面或者球给到插上东宇王兴打得很耐心啊 我们这球不要失误这个时候就怕失误 王兴这边远射哦漂亮 王兴好球 那么这边目前是4比3领先日本国族 日本日本男族 对方是这个中场开球 倒脚到中路注意这个防守对面我们现在是中后会直接面对对方的防守了 走路 哎哎 你帅你咋不跟呢 走后会上张经亮好的 这球没有犯规漂亮 张经亮大脚找张也 张然跑起来张然好的 打 哎呀漂亮 5比3 张然总算进球了 我们这边的话今天是5比3 好球 对方的一个角球机会 开给前点 这一边先解围了 又是张然 张然这一球他们出后铲球这一球可能要 吃牌的 这是补个牌给他 张然这边起诉 杀了进区里面 能传出来吗 漂亮张然 6比3 你能想象这样的比分吗 我们在东亚杯的比赛中 跟日本队打出了一个6比3的一个大比分 好球 这场比赛我们的后防线是令人煎熬了 但是我们进攻全员的表现是让我们惊喜的 可以 惊喜跟惊吓同在 但是惊喜 惊喜程度超过惊吓程度就不错了 东云 面后卫的这个断球 大脚找张然 张然 进区里面 打 哎呀张然啊 这球其实可以传一下的 都为一个稍微高点的球往后点这个地方传 就可以过门架的顶 张也就是推空门 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团队意识 可惜了可惜了 本来7比3了 刘然主罚一个脚球 第一点啊 对方解围了 这谁啊 王兴起步那么慢呢 太慢了 你看这个追不上 还好 不要红牌吧 没有红牌啊 吓死了 这个时候搞个红牌 王兴也是可以开出输队的了 好 这边对方大脚被无尾头球一拦截 张也传一个身后球给张然 张然又起诉了 张然 传中给到后点 李帅插上啊 这个力柱 可惜了 我们有很多次可以7比3的机会啊 李帅今天替补上场还真没换错 打得很好 包括你看吴伟也还不错 增浪的话存在感就低一些 刘然主罚这一个脚球 前点 贺冠这一边没有抢到点 张也 张也还踢得不错 这一场真的9点7分 这一场比较 给吴伟 替补上场的吴伟 对方有大的一个任意球给向山真师 哎 盯防呢 嗨 这后卫真是 6比4了 啊 这比分真是够大 但是对面一共就4次设阵啊 进了4球 我们这后防线有多烂 大家心里有输的 但没办法 这是差距在这里 国族后防现实力也烂啊 门将只有6点4分 啊我们这边恭喜我们的这个中国男主啊 最终是直接三连胜 获得了东亚杯的冠军 恭喜国族 可以我们是带着一堆替补一堆很年轻的这个球员 获得这一殊荣的那么也是恭喜国族 拿下了我们执教下的第2个大赛冠军啊 我们此前是把亚洲杯收入囊中啊现在的话是把 东亚杯也收入囊中啊 可以靠着这个阵容能夺冠也不错 好修 好修 我们下一个小伙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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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修 就在这个月 möchte我们下一个小伙传的 应该可以靠着你 很大 我这一心 我这一心 这一场的话 我们是最大的黑马 这一个东亚杯系列赛下来 中国获得过三次东亚杯冠军 可以 恭喜啊 恭喜我们国足拿下了 东亚杯冠军 也是感谢张也和张然 张然这一边的话 后面还是梅卡尔度了 张也的话这场比赛 这是帽子系法 可以 够年轻的这个阵容 就是我们后场还有几个老的 就是我们一条老的后防线待年轻的 大家可以看我们这阵容 真的是后防线老将待年轻的 结果试试证明后防线一堆老将也不管用 但是前场中前场年轻还是可以的 我们的中前场就没有超过20岁的 这一套首发里面 反而就是后场 有球队会议吗 有必要开吗 我看看没有必要吧 夸一下可以 专门开会夸一下 我觉得他们也是开心的 这一批球员其实能留待的国足的也不多了 我看一下PA吧 这个年纪的差不多 我估计未来能进国足的一直打的也就干泽锋 还有这个刘冰冰 其他的孙冰 刘冉应该也能贴 这个赵罗没怎么上 张冉 张冉应该也行 这个张冉可惜了 这个CA太低了 PA太低了 可惜了 我们的这个首发前锋 这个张冉还真是个惊喜 他是前腰改的这个前锋 但没想到贴的这么好 有一说一 神了 他这个F1还有这个数据统计的bug 咋可能国家队0次出场 神了 俱乐部下一场准备好输了 这个输给嘴臭教练 虽然我也不想 但是没有办法 他这AI就是要系统局 我们一个这个最强的首发 一半的人打不了 不是停赛就是这一个受伤 只能说AI系统局要做掉你 你就微笑的去接受就好了 但这种你没有办法 恶心归恶心 你也没办法 也本是你不玩啊 对吧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也习惯了 张冉获得了这一次的 这个最有价值球员 他在三场多压杯比赛里面 打进6球 并且有一次助攻 那么他是前腰客串的一个前锋 我们是根据他的这个评分定了 但是可惜了 这家门将王奇 最佳后卫贺冠 真的吗 贺冠可是有致命失误的呀 有一说一 贺冠的那一个丢球 我真的人看傻了 不能这么丢的呀 太蠢了 就像我们的这个俱乐部的利亚哥斯特拉的那个丢球方式差不多了 够蠢的 左后卫沙里夫比埃亚 中后卫博纳尔 博纳尔搭档这个甲洛 然后左边路主爱比右边路路地 中场的话 迪耶 我就中场这场迪耶没搭爱普斯塔夫 我决定 啊 泽瓦伊勒他这次体能不满就不要首发 然后纳普斯卡夫这场首发 也是我们的一个突然的变化 我们预备队的人对方应该不熟 因为我们预备队的人我都不熟 他们怎么可能熟 对不对 左边路贝拉斯克斯 然后中后位的话 桑布拉诺 两个中前位 我看一下 奥里维拉 接下来一队这个边风 右边路的话 毛里奇奥卢卡斯 左边路 热尼瓦尔 替补里维罗斯 这场比赛 我们也是支撑 这场比赛之后开始 把迪亚兹扁为替补 既然你大赛低 那大赛就不给你踢了 我连正常比赛都不给你踢了 就踢替补吧 对吧 你这个太难受了呀 上一场里科跟他两个力柱 但凡进一个 我们就不需要踢这一场的 对吧 这样比赛的话 我们做正 做正在客场挑战 扎马雷克比我们高一个级别 我们现在只是对付对方 现在白色对付 对方摆了一个五二三 对面这个教练喜欢嘴臭 主要是搞得我很不爽这一点 所以要是输了会很丢人 但是要真输的话 那也只能说系统局要搞我了 没办法 大家所有观众们都是见证者 见证这个AI怎么系统局搞人 但也没办法 这就是不进 没办法 纳布斯卡夫 漂亮的直塞给奇卡 奇卡的单刀球 大门 哎呀 漂亮 迪亚兹你给我学着点 你看看人家 这么多场啊 给一场首发就马上进球了 11分钟 漂亮 而且纳布斯卡夫也是 你看 预备队上来 提个首发 你看马上就有一个这个这么漂亮的直塞 好球 对方的一个人一球机会 打后点 葛纳尔漂亮 要他在场上就是干这个的 迪亚梅 带球反击 分 漂亮 再给里科 里科这边再给迪亚梅再塞 哎呀 可惜 其他人也跑出位置来 鲁蒂 这边鲁蒂再不能表现自己 他就一直打替目 迪亚梅 传给后点 主爱比 可惜 这球配合打得很好 但是可惜了 上门差了一点 对方前场的一个人一球 哇 这个司机塔 好快 反正是打偏了 这司机卡盘带 还有这个速度应该非常快 应该是秒杀我们几个中场 这个确实实力在那里 这个司机塔 看一下 等等 不是看这个 双速14的中场 盘带12 怪不得 把我们人过了个干净 没办法 实力在那里 对面CA是比我们强了 大家不要忘记这一点 所以我们能赢的话 真的是运气好 当然输的话 也是因为上一场 系统局搞我们 好 左路的GY球 BIR支出来 给到里科 再给主爱比 漂亮的一个赛身后 里科 能传中 选择传中后点 鲁蒂 你看 鲁蒂踢不打了多少场了 进了几个球 活该踢不 怎么还活该踢不 你就这个表现 你就给甲洛踢一辈子 轮换球员了 真的 以后右边封就是甲洛的了 就看了鲁蒂的表现 以及看了这场奇卡的表现 我就不后悔 不后悔把甲洛扶正 不后悔把奇卡扶正 好吧 当然奇卡如果能再进一个的话 我会更感激他 向远将换半场 我们将会从右往左进攻 对方现场获得一个任意球机会 布卡里 打过来第一点 这个衡量救命了 这球的话 没有博纳尔顶出去 也是因为博纳尔防圆脚去了 没有防近脚 哎 奇卡把球带出界了 这是杀不住车了吗 跑起来 尴尬 好 我们这边 继续期待对有人的这一个发挥表现 看看怎么样 60分钟 这个 对看人换人了 两个6.4分的 一个6.3分的下了吧 下了吧 换人要积极 因为对方比我们C强 所以比比亚杜爱尼亚斯 一起换了 贝拉斯克斯 利亚哥斯特拉 走路上热尼瓦尔 换人一定要果断 一定要果断 驯化干得漂亮 70分钟了 我们继续看体能情况 比赛情况换人 我们还能换两个人 两人刺 我们来看一下 伯纳尔 里科 迪安维 鲁地 我想中场换一个人 换德瓦伊勒上吧 加一下防守强度来 德瓦伊勒跟纳普斯卡夫 谁的进攻更好 德瓦伊勒的这个进攻防守 还是要更好一些的 纳普斯卡夫既然技术专门好的话 他就放右边了 脏活泪活给德瓦伊勒来做 纳普斯卡夫在右边这个地方 插上支援 留一个换人名额在手 对方很强 好我们的角球机会 鲁地来主罚 前角球前点波纳尔 哎呀没有强到 成一对方反击啊 对面很强啊 德瓦伊勒漂亮 替补上场 要强的就有强断了 热零瓦尔 给李克单刀 Riko nice 所以李克的发挥也还是可以的 讲道理 就迪亚兹不行 真的 有一输一就迪亚兹不行 漂亮 表扬一下 我这个时候降心态了 以前两个球降心态 对方比我们高一个级别 我们尊重一下 尊重一下 也是让对面这个教练闭嘴 琪卡跟李克 琪卡身的体力还多一点 直接4141守着 漂亮 没有画面就最好了 可以 没有画面就是最好的结果 那我们这边的话 在重赛一场 在客场 我们还是以这个2比0 击败了对手 让这个嘴臭教练 彻底给老子毕子 事实证明 他从我们这个级别的联赛 跳到上一级联赛的球队 还是打不过 这就是个人实力的问题了 那么下一场的话 我们下一轮抽到了 来自同样是 市里的球队 帕琪卡 这个球队的话 是来自于墨西哥的一个俱乐部 还是很强的 嘿嘿嘿嘿嘿 就取笑他 他又抨击我 就给他上上一课 气死他 啊 这么快就打帕琪卡呀 卧靠 这也太难了吧 因为我们打了重赛 所以赛程很紧 所以我们打完 直接等两天就又打 完了 打帕琪卡估计量了 帕琪卡比萨玛雷克 还要CA高一点 而且又是客场 连克尔估计队员不行了 我感觉我们足联杯 今年止步第八轮了 尽力了 我们连续两轮打 这个比我们高级别的球队 我觉得我们可以了 很棒了已经 孩子们体育表现很棒 我们预计在这一轮回家吧 差不多了 下一条时间就是 该好好打联赛的时候了 我们等一波这个帕琪卡的比赛 我没有想到赛程他是开这么快啊 压力很大 加油 海地国王队说54 对我就不管了这个交给这个瓜队主教练了我不带了 想想懒得带了不带了难过高等教训教数学可爱 我们俱乐部的话这个赛程非常的紧这就是完全是看厚度了 这几场的这个比赛完全就是看我们的阵容厚度 如果还好我们这个赛季正后不还可以 真的是这点家底是几个赛季这样子攒下来的一个 积淀了真的是积淀下来 或者换一个这个换个人化的说法叫做抵运了这个就是真的是看抵运了 能不能熬过这样的一个赛程我估计要是换同联赛的其他球队他们的那个阵容轮换的这个深度 就吃不消但我们队还行现在 打哈修卡估计会回家但是打东方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目前是这个情况 但是我不敢独奶我绝对不敢独奶我要这么说我要说我要两年败了 我们一定会两年败的 体能不满的浅略色不能首发但是可以放替补席从替补席打起来 而且我们这个体能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全是绿的 可以你看我们的这个轮换打的还是可以的啊 居然全是绿的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可以啊 那都不用换人了呀 可以我们上一场 克场死磕完比我们高一个级别的这个球队以后我们回到来 回到下一轮的这个进入下一轮的这个杯赛居然全 所有人满体呢 这就是轮换的重要性啊论轮换的重要性 这两场就大家看下来真的是看到灵力镜子了 一定要会打楼换完这个游戏 尤其是我的这个补丁赛程还是很多的 这场比赛的话我们身材则是球服对方身穿一个白 蓝相见的一个球服我们在客场挑战这一个 最方摆了一个4231但是是3前腰的4231我操 好可怕的一个站位 3前腰4231他们没有编路啊今天我们一定要把编路的人数优势打出来我们一定要这样干 好甲若漂亮那个解围里科投球一生给奇卡奇卡漂亮奇卡 啊好优势力柱 我们两场三场杯色打了三个力柱了 哎呀可惜啊 但是奇卡至少让人看得见光明 就看得见希望 你看迪亚兹的发挥真的是让人绝望的 奇卡就好很多 甲若这一边 头球先解围了第一点再原射 我操这要是进了 这一场一定要把编路的人数优势利用起来 才好打 要不然就凉了 左路匹野托马斯制出来给里科 以后带球面对对方的多人防守选择把球传出来给老罗再匹野托马斯打一个 球给奇卡带到来这一边 断尼亚斯 能传中吗 拉过来可以传中了可以传中了 乔治诚再个甲若漂亮 你看 你们这启用的这几个人发挥都很积极漂亮 就在我们把鲁蒂摁到板凳的周团时间 那个甲若又进了几个球了 然后鲁蒂 好几场都是替补能打半个小时的 你看 再看他的表现 现在大家是不是觉得真的活该 活该 活该去打替补呀 对不对 自己踢的不行 实力不济 发挥不行 活该打替补 对方这球进攻打得很耐心 也是多人上前 他们后腰也上来了 好进去边上注意好的好的 这球大方要转移 追传中追传中 今天 啊可以这边 又是走路来他们这球进攻打得好耐心 再打过来 这球爱德华多没有能缠组缠紧对方的这个 强点球员给对方还是比较舒展的顶出来了不好 现场的任意球机会爱德华多大脚 找过来这一球 冒顶了 这球本来是爱德华多的一个失误啊 漂亮的过人 在他进去里面 卧槽 这一打漂亮 巴塔塔 这一球完全是巴塔塔 左边 左边风巴塔塔的个人表现了 今天我们是一组 有两个边风 一人进一球 好球 巴塔塔这球完全是个人能力的发挥了 好球 真的很漂亮 当然这球也是很机缘巧合啊 我们爱德华多这个开这一个任意球 这球失误就不该有 但是对方偏偏冒顶了 冒顶完了以后还给我们这个巴塔塔 这个 是吧 直接左边就一路带到了这个中路来 可以 那么对方哪个角球机会 第一点 四黄了 四黄要注意这个 动作不要太大了 我可不想少打一人 好不容易获得两个球领先了 这个要是 因为少打一人 然后被逆转输了 那不得气死 我们角球机会 乔治诚 角球 立刻 前点所有真顶的人全冒顶了 这一球 直接漏给后点了 可还行 好球啊 那我们这一边的话是三比零领先发球卡了 nice 这一边我们这个很舒服 前往这块球的机会左边路皮托马斯制出来巴拉塔投球一顶 别托马斯带球没有对方的防守 对方把球同走以后解围 甲洛好的这一球拦截很及时老罗给到甲洛投球一顶七卡的机会漂亮 4比0 迪亚兹你学着点 真的是 我觉得我我临时做的决定浮证七卡太对了 包括把甲洛 NT5 把那个鲁迪NT5C给甲洛提 好的 李克先上的断球又是给往前提 七卡 啊 这一球对方门将还是出来了 这门将应该不可能不出来啊 但是你看西卡多积极吗 提的 对吧 他会至少去去冲那一球 好甲洛这边往边上先顶先解围也是对的 OK中路 拦截老罗老罗 塞身后又是七卡 七卡的单刀七卡 啊可惜了 啊 西卡差点没卡二度 对方的一个角球 前点 艾德法多先解围 注意对方的第2点传球 右后卫上去 右后卫上去 这边甲洛的第2下的这一个站位 没有站好 给对方获得机会了 好上半场 惊心动魄的比赛 告一段落啊 我们现在是4比1领先对手 12345 双手插腰不要吃黄牌 OK 这边现在是鸡血时间 鸡血时间的话 先 看场上形势再决定换人啊 进区里面 好先把球顶出去是对的 现在是对方重新组织自立站进攻 如果这球对方进球的啊 好球 这球如果对方进的话 我是要换人的 不过还好 这球我们的门将 纳杜利也是有所表现 这样的GY球 皮雷托马斯给到老罗 老罗获得球回给巴塔塔 巴塔塔这一边大范围转移找右路 对方先解围 解围球的话应该右后能拿到多埃尼亚斯 多埃尼亚斯代球突破 对方是从后产球 但是甲洛还是能拿回球权 在船中西卡门前 对方门将对方的这个后卫是直接封堵了这个圣门 好来看这一球还是乔治诚主罚这个任意球啊 脚球 对方先解围了老罗在进区外能拿到球权 还有画面 再给右路乔治诚 进区里面 在船中又被对方的这个倒地的封堵 提出了底线 第二个脚球 在短时间内的连续第二个脚球乔治诚又是脚球的第一点 先解围了 感觉对方反击老罗 对方塞是直塞但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这一球我们的后卫都还在 还有画面啊 这一边看我们的反击 一片托马斯大脚往前面踢啊对方直接大脚解围了 别罢别罢别罢 越位了越位了越位了没问题 60分钟的话按体能换下人吧 你先三个球主要的话也是担心这一些体能见红的又黄牌的人啊 我们这边的话马尔头甲洛哈维罗两个人换了钱 老罗下换上德瓦伊勒 马鲁地上换上这个这个甲洛 然后平分最低的6.6分的带黄牌的也换一个吧 就是带黄牌的我们也换换人啊 这边杜埃尼亚斯下换上这个利亚哥斯特拉 先换三个人 70分钟这一边的话中后卫甲洛也是体能见红了换换上博纳尔 最后还没有可以用了对面应该没什么机会了 最后一个体能见红的人乔治成换下 换上迪耶梅 好前场脚球机会把他他前脸博纳尔 好球 我们呢 这个是吧脚球的这个脚球型中后卫国纳尔 替补上场也是顶入的一个脚球 我们这边5比1领先基本上就拿下了好球好球 恭喜这个深圳给力给西俱乐部挺进足连杯下一轮 不错 我们在抽签抽到客场的情况下5比1干翻了这一支比我们高一个级别的事已联赛球队 我们就成功杀入了这个足连杯的第9轮了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轮次已经可以碰到一些欧洲豪门了西部罗姆围棋都有了 下一场打这一个东方体育会的我估计会要轮换了挺累的你看都挺累的甲洛也停赛了 甲洛停赛又是堵地首发 我们可以期待下足连杯第9轮抽到什么队了 已经有机会抽到试甲球队了 大家就记得我的足连杯写的规则很简单就是每一个同级的打两轮就下一轮 那么举个例子具体就是 比如说挑战联赛开始打了 那么挑战联赛一上来先打两轮 然后好 现在把这个国家联赛放进去 再一起打两轮 然后继续 所以的话我们 士兵打士宜的话 我们士兵的球队挺进 士兵的这同级的两轮打完以后 碰到士宜的开始 OK打两轮的士宜的 之后就试甲球队就要加入了 如果要说我们再能够挺过两轮的话 那么就可以碰到士冠的球队了 足连杯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规则 但是有一些球队的话 因为他这个声望变动的那些的话 那么有那么极个别的球队可能会出现一个就是 不大于一个级别的这个联赛的一个这个调整 但是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好我们期待下一场面对这个东方体育会的这个比赛 这赣泽峰为什么在当时这个我们的这个东亚杯的这个国脚里面 他是一个名字黄色就是因为我们已经预签了他 他这个是 谈判的一个预签的合同 所以的话他1月1号会加盟我们的队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球队 打抓好了 提拔吗不提拔不考虑 这帮人就是我们第一批的小妖吗 这就卖了吧 按到期日看也可以看出来 2025年到期的这一批 这7个人2025年到期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第1批小妖全部练满了 我们的这个给力给西17全部练满了除了登轮可能在挑战能力赛能找到工作以外其他人估计够呛了 现在挑战联赛什么水平啊看一下 拉德朗斯岛30多可以 他挑战联赛能够有可能有机会找到彼此找到这个合同其他的没有什么希望 好吧我们再看一下第2个第2届的球员226年的到期的这一批 排掉这个一队预备队的这一节 剩下的人你看 有一个没有练满的 一个没练满两个没练满 三个没练满也可以了 那么这个练满率还是很高的这一批人里面16个人里面有三个没练满 这时候迪亚兹肯定是非卖品的这个不用想 施甲球队参加了跟我们说的一样 我们有机会碰到什么蓝十字啊 克拉斯诺达尔啊 西汉姆连这样的铁锥帮的球队啊 昂热抽到法国球队了 可以 这个的话是来自世界足球乙姬联赛啊来自法国的球队昂热 又是客场 东方的主教练还挺尊重我的 对 我们就积口德了 这教练很尊重我就积口德了 不乱说话 阿基诺要首发呀阿基诺他的顺位比奇卡要低 比迪亚兹都要低他第4千封 先请佩莱拉冲出战吧 或者我请这个哈维罗出战试一下 毕竟他未来要当队长的 哈维罗上去试一试不行的话 给那个 佩莱拉啊可以哈维罗也搞定了 佩莱拉这个赛季肯定退役的吗 那我们就看这个哈维罗未来成为我们的这个队长 有两个9点45分的都夸一下 纳普斯卡夫 纳普斯卡夫你看 我们这预备队一直踢着踢着踢着 成长其实比一线队的那些打轮换的还要快 这个赛季的话他踢了19场预备的比赛了 两场联赛 再加两场杯赛 19加221场 再加223场 算我们8月份开赛 8 9 10 11 12 5个月平均每个月踢4场比赛 4.6场比赛 可以 哇打完东方又打完热 确实他这个赛程iPad比较紧密 这一期又录的好长 我把这一个 这一个BGM的这个歌单我从头再放吧 从头再放一轮 然后我们 下一期视频的时候我再去找一个新的吧 本来就剩一场比赛了 嗯 这一期录了两多小时 够长 我怒气还有6个月到期 我怒气还有6个月到期 万一真没有什么这我那个啥的话我们可以 是吧这个东窗看一看有没有这个赛季结束那个啥的 那些可以当队长的是吧伯努奇伯伯伯伯伯伯伯不太可能来我们队 你收到太低了 我们反正找个队长就好了 这场比赛的话唯一不能踢的就是就是甲洛啊这个鲁蒂首发其他人的话正常 我们对这个轮换打的好所以我们你看 赛程这么紧我们这个该能踢的都能踢 特里斯丹里尔罗斯是刚伤并完吗 12月3号三周那怪不得 我就说他c这么高怎么比较穿的这么低啊原来是因为刚刚伤闻 今天这一期视频最后一场比赛啊 我们是在客场挑战中国香港球队东方 到东窗的话如果这一场能赢的话 到东窗我们就可以开始就跳过比赛了然后只看 杯赛 好吧因为我们这个一个赛季的这个队伍也碰的差不多了 如果这场输了或者平的话我们另做打算 好我们这边的话升三白队服对方升三一个深蓝队服啊 东方体育会 对面是摆出了一个433的一个站位到三角 因为是客场的话可以训这个踢的不错加油 踢的不错加油的话这一这一句话在客场比主场好用 主场有的时候用他们就不接受 一定要到客场 看到客场的话基本上可以做到一个 大部分人听的话都都绿的这个程度 对方前场的一个任意球一个大脚打身后不越位吗 我们今天的这两个边后位的这个站位又出现严重问题了 所以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任意球直接打身后就直接后卫全都没了啊还行 去话没吃饱饭吗 下半场上来直接就是疯狂进攻那个开打 刚好如果这场输的话那就 估计是要满足观众们想看比赛的这个欲望 上下场到目前为止我们连比赛画面都没有 好 估计也是连续比赛太辛苦了 不只身体上心理上也辛苦 阿塔哈维罗杜埃尼亚斯三个人 加一个心态 第四张黄牌 训一下动作不要太大 对方门枪阿德里安 应该不会是利物浦的那个阿德里安吧 我看看 不可能阿德里安去去去东方啊 在阿德里安现实中也不怎么厉害就是了 西班牙 这个一看p就不是 右边 哎呦 一步就给过了 这防守 后点 好的 这一边的话我们直接换人 我们这边的话客场是零比二落后 零比二落后这一个东方队 我们这边按照这个换人调整了 巴塔今天没有状态 换上主爱比 然后按照平分 6点0分的 土地真的是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 说的就是他 乔治城哈维罗一对中场也都踢得不好 直接换 德瓦伊乐迪威美好吧我们一口气四个块没有用了 这样的角球机会主爱比 才得千点甲洛 天了 果然这鲁蒂生是城市不足败事有余啊 没有甲洛差别好大 本来这一次甲洛停赛 他是一个很好的致命车自己的机会 结果 踢的6点0分 6点0分 多爱尼亚斯 治出来 这一边被对方先解围 好的甲洛先把球拿下来 甲洛带球 选择给爱德华多 再给走路皮耶托马斯 赛个时候球里科 可惜 现在开始获得一些机会了 今天6点2分的一个里科 是我下一个可能要换的人 最爱比叫秋 对方第一点先是解围出去了 里科现在起卡分差不多两个人 比亚兹上吧 比亚兹打这种联赛我觉得应该就那个什么啊 这种不算什么大赛吧 杯赛踢不了就算了联赛也踢不了 那就是没有比赛能踢了 甲洛 这个大脚 打过来 对方这一球把球断下来 注意对方反击 爱德华多好球 抢到同球 迪耶梅 瓦伊勒 瓦伊勒这一边带球 带一下 全球又传丢了 对方大脚找反反击 但是前场没有人 爱德华多 迪耶梅 不能这么传啊 对方也是继续起大脚 投球一顶 后点 不要失误 爱德华多 批马斯 打一个身后迪亚兹迪亚兹进区里面 好球 哎哟 果然迪亚兹现在要从板凳系踢起来才行啊 这样的结块球机会都爱尼亚兹出来给到对方先解围了 假如来追这个球 再给爱德华多 爱德华多中路带球 给左边 德瓦伊勒好的这球下跌了给左爱比 两人之间的一个配合左爱比带球现在下到底下 对方先把球 捅了一下但是球权拿回来皮埃托瓦斯 进去外面拿球 杜瓦伊勒 给奇卡奇卡 哎呀 奇卡是不是只有大赛才行 一般比赛就不行了 可惜了约位了 对方这个 今天的我们球员的表现的是不太想让我们这个 跳过比赛 所以的话我们东窗的话比赛还是直接打吧 那么东窗分两期算了要不然太久了 我们东窗分两期了比赛不跳 好吧 比赛不跳东窗分两期啊 这个也是 败这些全的表现所赐的 奇卡呀你再跑跑大一点给对方压力大一点啊 看对方轻松倒脚 中路球权拿不下来 这个时间一拖就没了你看 球权拿不回来球权要是有球权的话这个时间点还有可能有希望 东爱尼亚斯大脚打一个胜后迪亚兹 又是迪亚兹带到进去里面打门 迪亚兹啊迪亚兹啊 说你什么好呢 最后这个角球机会阻碍比角球给前点爱德华多没有顶到点给了一个手球 这个的话我们在客场对阵东方的比赛里面迎来了我们这个赛季的联赛首败 鲁地的这个表现 我看他什么东西表现不好我要骂他 就六个传球 他根本就没有出球吧 四个犯规 没有拦截没有抢断制空又30 我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参加防守 乔治诚这个传球 烂了 我们有针对性的去骂人啊 乔治诚我们骂传球 鲁地骂防守 哈卫罗我看一下 也是 上半场踢完没有抢断没有拦截 防守骂防守都骂防守 这种6点4分就放过吧 我们迎来了我们的联赛首败啊败败英就是在于我赛前哪了一口 如果这一场赢了那就什么 就不敢买这个 还有就是 鲁地就是个扶不上墙的烂迷 OK 今天一队中场都踢的很烂 所以的话我们开赛季到目前为止的17场不败也就是告一段落了 不过就像我们输了这场我们也是领先联赛第2名10分 好骂一下人 我们看了的乔治诚上一场骂进攻传球 然后老将哈维罗我们要骂那个 不是创造力 防守 然后鲁地也是骂防守 希望这些人支持而后涌啊这太丢人了 所以我们这帮球员再次证明了就是其实也不是这帮球员了首发其实就换了一个人 所以你说了是吧谁在谁尴尬呀 就换一个人 然后就输了 你看这是不是迪亚兹好歹 踢上才进了球 走 我们以后还是这样子吧 逢联赛还是迪亚兹首发 逢杯赛奇卡首发吧你看这场下就踢的不行 西卡是只有 大比赛才能踢好啊反而踢联赛就不行了 这场西卡也是好多好机会没有抓住 罗泽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迪亚兹打联赛还是给他首发但是打这个杯赛的话就迪亚兹打踢比拳 年度最佳球员 世界最后先生是哈兰德46场40球三个入宫 然后第2名德布劳妹第3名姆巴佩 亚洲年度最佳球员第1孙仙明第2这个塔瑞米然后是尼兹曼德 亚洲年度最佳年轻球员是上海生花的一个泰国球员 迪亚兹打联赛还是要用他 如果他这一场上早一点如果他是开局的那个就把西卡顶了的话我觉得 应该能再进一球 怎么阿基诺又来了 这次配拉上搞定他 可以 阿基诺改有年轻球员算了 忧虑的这个应该他他他他自己忧虑 我改一下吧承受上长时间改应急替补 队长要是忧虑的话我就只能两个队长之间劝了 终于到1号开窗 哎呀可以 我们好歹也是连续半个赛差不多半个赛季不败了连续17场不败我觉得也可以 领先也领先到10分了 而且上一场其实 对方居家机会0 我们是1然后上一场对方均等机会是0 我们是1 所以这个 没得好说的啊AI要做掉人 我等赶泽锋加盟 这么多交易啊 古磊11场8.04分最高最高平均评分 这是谁啊我不认识 视讯的直接就去掉了不考虑啊视讯的一律不考虑 杜埃尼亚斯要被墙挖了 找个人 劝说留队就好了 杜埃尼亚斯的话哈维罗先上 看搞不搞得定啊 看一下 应该可以了 可以了 李科伯纳尔爱德华多 甲洛直接去了 也没有没有合同合同的那个条款吧我看了一下有 不用急 转会的具体报价我们到时 反正 下了线倒是在处理然后要买人那些也下了线在处理 但这封策肯定预备对的 好吧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这一期就录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啊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